这一节我们演示一下视频制作软件Video Spin Blaster Pro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登录软件进入软件的操作界面 这里我们把所有的功能进行了标示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软件制作的视频是slide幻灯形式的 适合图文解说 也可以在任意位置插入视频剪辑 slide图片可以从电脑增加 也可以从网络搜索增加 或者直接增加一个纯色背景的slide配音文字 视频的文字脚本可以一次性从电脑增加 也可以逐张增加 然后对图片和文字做出调整 可以批量修改 也可以单独对某一张slide修改 过程还很简单 适合批量制作视频 下面演示一下 我们点击Add From PC选择Add Image 从电脑增加一些图片到软件 可以拖动图片调整顺序 然后再次点击Add From PC选择Add Video 增加一个视频 剪辑到软件 位置是可以拖动调整的 然后我们为每一张slide增加一些文字 说明可以从亚马逊的产品页面 寻找对应的产品特征和说明 增加好文字后 CTRL加A或者鼠标矿选 选择所有的slide 点击右键 可以看到文字美化的选项 Transition是场景转换效果 有很多种效果 你可以不选 也可以选择Random 让电脑随机选择一个 第二项是Duration 设置每一个slide的时长 默认是5秒钟 如果需要文字自动转换为语音 软件可以自动延长 每一个场景的时间长度 以符合语音长度 Text Position是文字的位置 有上中下三个位置可选 Text Line可以设置文字的对齐方式 中间 靠左 靠右 Text Setting可以设置文字字体 大小 背景等 Text是直接输入这一张slide的文字 Use Custom Audio是上传自己的音频 Record Audio是录制音频 Watermark Ionch是设置视频水印 Water Image Position是设置水印位置 Duplicate Slide是复制一张同样的slide 如果不满意配图 可以更换为其他的 双击slide可以预览效果 调整好之后 就可以点击左边的 Create Video按钮创建视频了 最上面的Output Philanum是输入视频的名称 选择保存位置 下面的Randomize Pictures是用于委员创多个视频的时候用的 一般不勾选 Add Speech Audio这里可以选择视频的配音 第一个选项是输入一段文字转换为语音 第二个选项是将每张slide上的文字转换为语音 因为我们已经为slide选了文字 这里选择第二项 下面接着选择语言种类 这里我们选择美国英语 还有其他很多种语言可以选择 包括中文 粤语都有 语速选择正常就可以 最下面是设置视频的分辨率 我们选择1920x1080的高清分辨率 然后点击Start开始生成视频 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后 就可以看到提示已经完成了 我们打开做好的视频浏览一下 看看有没有错误或者需要修改的地方 如果满意 就可以上传到YouTube上去了 总体来说 Video Spin Blaster Pro这个软件的特点 就是快速简单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制作的视频比较静态 没有动画功能 缺乏心意 因此 因此比较适合大批量做Affiliate推广视频 现在YouTube对待换灯形式的视频不太友好 可能通不过 获利审核 所以建议用这个软件来推广Affiliate产品 尽量不要用于你已经开通广告 分成获利的频道 避免风险 不过费量的这种软件 不过费量的这种软件 不过费量的软件 可以软件的软件